放眼望去,广达2.5公顷的茶花园里种植了500多种茶花 有叶片像金鱼尾巴的金鱼王茶花 素有花中神仙美誉的海棠 也有来自日本白色品种的鸡茶花 以及用来泡茶的敖麦金花茶都是园区的焦点 这颗花它的名称叫鸡,鸡茶花 会有微微的香味 像这颗如果从开到结束 大概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 原本经营幼教业的林秀珍 因为一场大病,医师宣告病情构级 后来因缘际会接触了灿烂缤纷的茶花 身体竟然渐渐恢复了健康 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 意外地打造了这座茶花庄园 大概40左右 那个时候我有一次身体大崩盘 后来我就一直一直延续 大概有四年左右 我整个都投入在茶花里面 真的很疗愈 身心灵上的整个都放松掉 整个都轻松起来 所以我说一块花给我挤起来 茶花园区原本有上千棵茶树 经过巡化后 目前仍有五百多棵茶花供游客观赏 林秀珍也积极投入育苗培育教学的工作 万子千红的茶花 争奇豆艳每步生收 预计开到四月底 想欣赏满源盛开茶花美景的朋友 不妨到嘉义中浦一游 新唐人野太电视 罗金星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